夏晶晶不知道这位大姨是怎么进到小屋的 她只见大姨一边降门反锁一边碎碎念着 不能去外面太危险了 这让夏晶晶很是惊讶又疑惑 突然夏晶晶仿佛发现了什么般瞪大的眼睛 她受到了某种惊吓式的指着大姨缓缓后退 夏晶晶没想到这个大姨竟然是她 此时在另一边 一个煞尸正在后面紧紧追着周队 煞尸飞扑而至 吓得周队慌不择路地向前疯跑 就在这时他的前方突然又窜出了一具煞尸 周队一个急杀避开了和前方煞尸的爱的抱抱 被前后夹击的周队仰头痛苦 这群煞尸太特么不讲武德了 娘子 今天横叔都是死 老子跟你们拼了 周队一个纵身转身向身后的那个煞尸冲去 他眼含热泪地做好了英勇殉职的心理建设 只听喷的一声 周队一拳击在了煞尸的胸口 煞尸的身体一顿却并没有向周队反击 这让周队睁开了希望的双眼 只见煞尸突然被绞碎 在空中直接化为了灰烬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已经被人拽住了衣领 洛晨直接将周队甩飞就他躲过了另一只煞尸的攻击 洛晨看着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周队暗骂白痴 那边煞尸显然知道敌不过洛晨转身想跑 却被洛晨远距离直接击杀 当这只煞尸也化为灰烬之时 洛晨终于有空闲好好看的封印之主 乾隆盘冤 邪魔浮礼 凭借着幼年龙脉积去百年 如今只差最后一个祭品 便可聚灵节肉 逆天复生 只可惜你待错了地方 这地皮既然为我所有 自然就不能留你这个祸害 而这龙脉 就作为我觉醒神藏的第一份养料吧 洛晨祭出了手中的神脏种子 只见神脏种子不停吸收地下的龙脉之力 不过片刻终于复苏觉醒 而就在这时封印柱里 睁开了一只血红色的眼睛 此时在盘龙湾的入口处 一群执法者突然闯了进来 执法局长拿着大喇叭吩咐手下分头送 必须把夏晶晶给找出来 你说这夏晶晶一个名门大小姐 干嘛还这么拼啊 这不就是关系户啊 想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呗 瞎折腾 他这么好的条件 不如早点找个人嫁了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就在执法下属回头想要调侃两句时 一个鬼魅的煞尸身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同伴看着那恐怖的煞尸被吓得浑身发抖 说不出话 就在众人还在努力寻找夏晶晶时 巨大的惨叫升华破了尽力的夜空 第45个祭品在煞尸的攻击下已然腐化 刺耳的嗡嗡声响彻整个盘龙湾 距灵大阵血煞已满封印一台 洛晨心中一惊他没想到事情竟然变得棘手了 突然一只鬼爪直接从封印柱中向他抓去 洛晨心有感应 当他转头之时正看到邪王出世 洛晨心中一旦 脑 好 好